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壓力 有分固體的壓力、液體的壓力跟大氣壓力 第一個事情是認識壓力 看圖 這邊呢 瓶子裡面裝水放在海綿上 你會發現右邊的海綿形變比較小 左邊的海綿就是海綿線比較大 你可以說這是因為甲只有半瓶水 已有整瓶水 重量不一樣所造成的結果 這樣講OK合理 但是如果改成這樣子 這兩個都是裝了整瓶的水 只是放法不一樣 瓶是這樣子放、瓶是這樣子放 結果發現瓶的凹陷程度更大一點 這顯然不是因為重量 顯然不只是因為重量 看起來又跟什麼有關 它面積嘛 面積 一個面積大一點 一個面積小一點 那麼這個總和的效果 我們稱之為壓力 是因為壓力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計算壓力的公式 叫做P的F除以A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所有的壓力計算上 只要你能夠知道F、能夠知道A 就能夠用這個公式去算它的壓力 F叫做正向力 前面跟你講過的什麼叫做正向力 跟接觸面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所以壓力也會要跟接觸面怎麼樣 垂直 壓到接觸面垂直 所以正向力處以接觸面積 我們這裡用的單位是平方公分克重 當然改成公斤重也沒有關係 改成平方公尺也沒有關係 不過你碰到大部分都是平方公分克重 這要做壓力的公式 P等於F除以A 什麼叫F正向力 什麼叫正向力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任何壓力的計算 只要你能夠知道F、知道A 帶進去就可以求它的壓力 這就是壓力的定義 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正向力 叫做所謂的壓力 因此壓力不是力 壓力不是力 台灣把它叫做壓力 所以有一些同學會覺得它好叫做是力 不是 大陸叫做壓強 你就不會以為它是力 不過也有人覺得壓強翻譯不好或不重要 反正台灣叫做壓力 但是壓力不是力 意思不一樣 圖形上顯示 比一頭尖尖一頭平平 然後手一樣壓下去 力量是一樣大的 壓在這裡 你要了嘛 所以你的力量一樣大 可是你的手的凹陷程度不一樣 你感覺到的刺激的程度也不一樣 那是因為壓力不一樣 因為面積不一樣 力量一樣 面積不一樣 所以壓力就不一樣 所以要請你注意 要請你曉得壓力不是力 壓力是要力要處理 面積 這給你用這個 告訴你說這兩個意思不同 那麼這個簡單的計算 最簡單的計算就是 給你一個面積 給你一個重量 請你算一算 這位大哥平躺 面積這麼多 東西這麼重 然後躺下去 一除60公斤重 除以0.6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 100公斤重 所以這個接觸面上面的壓力 就這麼大 這個是躺下去的時候 那如果改成坐著 重量沒有變 還是60公斤重 可是臀部的面積比較小一點 只有0.2平方公尺 一除每平方公尺 300公斤重 所以壓力就不一樣 這個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計算 就是力處理面積 還有人會考 一個立方體長寬高給你 如果你放假面 放乙面 放筆面 壓力是幾比幾 就是跟面積成反比 一個很簡單的數學的比例問題 也沒什麼太困難 就給你試算一下壓力 最基本的計算固體壓力的方式 力處理面積就解決了 解決了 那這套座公司叫P的F除以A 根據我們古時候就教過的事情 你一看就曉得 如果我的力量一樣 表示面積跟壓力成反比 剛才不是講過啊 那個臀部比較小 但壓力比較大 那假如是面積一樣呢 那就是壓力就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我們當初在教基本提示 就跟你講過 如何判斷正比跟反比 都不用背啦 這其實是不用背的 雖然有人會問 但是不用背 看公司就曉得 當初講過嘛 你看公司就曉得正比還是反比 那股社會就交過了 我們就不再跟你提了 要回去重新複習就好 OK 好 生活中應用 有的時候我希望要有一點壓力 有的時候我希望壓力不要那麼大 這個是希望壓力不要大 好 我要走過這個泥泥的地方 我墊一個板子 墊一個板子 這樣子面積大的壓力小 我的就比較不容易陷下去 就比較不容易陷下去 所以這個是 那個我們的壓力 我讓他壓力變小 我不希望有很大的壓力 OK 那明天過後有一個一段影片 因為我現在錄影 所以我就不放 因為我上次錄下來的時候 放上去就被全球進播 反全所有全球進播 所以我剛好再放給你看 那我就不放 等一下再放給你看 它跟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做個選鞋 讓面積變大壓力變小 那我有的時候 希望有壓力 我希望有壓力 所以你們那個吸管 一頭燒尖尖 戳就戳個洞 進去就喝到東西了 因為面積小 壓力會大 就很快把那個膜給戳個洞 然後你就可以喝到東西 然後女子防身處 有時候就拿著雨傘戳人家 那意思也是一樣 那雨傘尖尖的戳下去 就是頭小戳下去的 效果比較好 或者那個女生的九倍跟的高跟鞋啊 被他踩都痛測心肥 因為同樣重量在任意上面壓力很大 效果良好 所以拿起來K人的效果也不錯 那K人的效果也不錯 這就是 我希望他壓力大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我希望不要那麼大壓力 有的時候我希望壓力能夠大一點 就是我們有關應用 那就請你記住壓力的公式 P等F除以A 什麼叫F 正向力 什麼叫正向力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OK